那個出問題的人 你是你的名菜嗎 對 沒錯 訊號斷斷續續 聲音既疲憊又虛弱 李姓登山客在山裡 失聯將近一個月 打電話向警方求救 上個月13號 29歲的李姓登山客 獨自從南投入山 預計花15天的時間抵達花蓮 卻在出發兩天後失去聯繫 交集的家屬3號 向花蓮消防局報案 等了10天終於有了消息 聽說這段路 已經有很多處的灘荒 所以我們6月1號 一直在嘗試跟李明漢做聯繫 可是聯繫整天之後 完全沒任何信息 豪宇增加救援困難 身上沒有GPS 也沒有通報坐標 只能盡可能的縮小範圍 再前往附近地點搜救 透過電波反推 李姓登山客 從南投入山後 路程到一半富商 位置大約在2457峰 正北方棱線3至4公里處 落在新木瓜與哈倫之間山域 但範圍過大 救難隊只能設法縮小範圍 他的路線上走到這附近之後 才開手機發現到有訊號 他這時候他立刻撥打電話 到我們的指揮科 家屬心急如焚 認識的山友也一起集氣 期盼大雨趕快停 讓李姓登山客能平安回家團聚 記者洪本俏夏浩元 花蓮報導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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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燈